畫面再借我 我們這堂課會對同學來做些補充 等一下我們可以開啟舊檔 在我們的 我的補充怎麼那麼少 抱歉我再重新抓一下我的資料夾 等一下請你幫我開啟舊檔之後 在我們的資料夾裡面有一個叫做 CMatchProperties 1跟2 按著Ctrl鍵你可以加選 開啟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是個什麼東西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再補充一下複製性質的用法 複製性質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一個標柱 這個標柱它的目前是我們要的圖層 Dominations圖層 然後它的顏色還有標柱形式 文字的大小都是我要的 可是這邊的標柱不是 這個標柱它跑到了Windows的圖層 然後它的箭頭的樣子 還有它的文字的大小跟文字放置的位置 都不是我要的 那這時候我要怎麼樣才有辦法 很快的變成跟我要的這個設定是一樣的 當然你也可以點選之後一個個去改 把它丟回到標柱的圖層 然後呢再把它丟到我們想要的一些標柱形式 一些再去自行修改一下它的箭頭的形狀 至高等等 可以 你全部都可以單獨的去做 但是這樣子實在是太慢了 我們有教過這邊有一個叫做複製性質 有沒有 好我會去點選複製性質 然後呢選取來源物件 來源只准 它只准讓你選一個 以它當成基準 然後呢選取目標物件 我們要把這個設定套在誰身上 套在他身上 套在他身上 他身上 他身上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的圖層 還有呢標柱的設定 全部都做成跟它一樣 好 這是我們的複製性質的一個基本的用法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圖層是一個正常窗戶的圖層 我們希望其他的圖層 像這個是TMP 對不對 它的這個圖層的位置錯了 顏色也不對 那我想要讓其他的窗戶都跟它一樣 這時候我會選擇的是複製性質 然後呢選取來源物件 選它 選好以後選取目標物件 我們去選這個 選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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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好當你在點選的時候 你會發現 東西全部都變成 我們要的設定了 有沒有 好 好 這兩個簡單的 請你先試試看 繼續我們再看一下 再來呢我們會看到這個門 門是在門的塗層 好 這是我們要的 這個門呢 它是不是 塗層錯了 顏色也不太對 對不對 那這一次我想要做個替換 但是我希望塗層一樣就好 顏色不見得要一樣 因為呢它是一個雙開門 好 我希望塗層一樣讓我能夠控制 對不對 譬如說讓我把門的塗層關起來的時候 它要能夠受我控制就可以了 好 但是呢它是個雙開門 我讓它是紫色的沒有關係 好 那這時候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選擇 複製性質 然後呢選取來源物件 選它 選好以後 這邊有一個叫做設定 有沒有 點選設定 在設定裡面 這邊有一些勾勾可以去做取消的 好 有打勾的就代表會全部的替換過去 我們可以選擇把顏色取消 可以嗎 到時候替換的時候呢 顏色就不動 選擇確定 然後呢我再去把它框起來 誒 這是我的目標物件 換過來了 其實你感覺比較不深刻 是因為顏色沒有變 但是呢你去點這個圓弧的時候 它已經告訴你 它是屬於門的塗層 有沒有 好 到時候呢你要利用門去控制的話 用這個塗層去控制的話 它是受我控制的 可是顏色可以不要替換過來 好 再一個 這個剖面線是正確的 是在hatch的塗層裡面 這個剖面線 它是在tmp的塗層裡面 我現在希望什麼 塗層要一樣 顏色要一樣 但是花色可以不同 譬如說有的是木板隔間 有的是青鋼架隔間 對不對 隔間的材質不一樣 我可以讓它剖面線不同 沒有關係 好 那這時候我可以怎麼做 選擇複製性值 選取來源物件 這個剖面線當作是基準的來源物件 然後在選取目標物件以前 請你再去設定一下s 這時候我顏色要一樣 但是填充線不要替換過來 可以嗎 這邊也可以去調整 好 這時候選擇確定 然後你去點它 你去點它 你會發現什麼 塗層替換過來了 顏色也替換過來了 但是剖面線的樣式沒有動 好 就等於是說 有的地方可以調整 有的地方可以不需要被調整 好 這邊再請你試一下 來 接下來呢 我把兩個檔案並存 這邊有個叫做垂直並排 好 我把用不到先關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會發現 這邊的字我還蠻喜歡的 這字看起來比較年輕嘛 這邊這個字呢 看起來比較老氣一點 對不對 我希望呢 我的這個字 能夠替換成這個檔案裡面的字型 問題是 我並沒有這個檔案的字型 或者是呢 我不知道它的字型是什麼 那我也可以利用複製性質的方式 點選複製性質 然後呢 選取來源物件 我去選它 選好了以後 回到了這個圖檔裡面來 我再去點 欸 有沒有發現 不同檔案也能夠做替換 有沒有 好 但是 當你替換過來之後 同學會說 老師 顏色被換掉了呢 而且塗層也被換掉了 好 退回來看一下 這個字是棕色的嘛 然後呢 塗層是TEST嘛 我希望在替換的時候呢 顏色不要動 啊 這個塗層不要動 我還是要保持我自己的設定 我不要跟它一樣 對不對 我不要跟它一樣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也可以去點選複製性質 好 選取來源物件之後 然後設定S 在這個裡面 我是不是可以把顏色取消 我把塗層也取消 有沒有 塗層你不要給我動 我要我原來的塗層 好 這時候選擇確定 你再去選這邊的字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就替換過來了 好 你再去選這邊的字的時候 欸 就替換過來了 你去選這邊的時候 欸 就替換過來 字型是跟它一樣 但是塗層的顏色 還有塗層的位置 好 那都沒有動 不同檔案也能夠做替換 OK 好 這個我們是做一個 複製性質的一個補充 好 請同學可以試一下